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是高文朗高老师 那么再度的感谢您来聆听我的课程 在这一个单元 我要来介绍一个很新的东西 这是我高老师读创的 我在2012年的时候 那就提出BIT造型的概念 那这个造型呢 英文叫做Fone 跟这个Fone相关的叫做Pattern 那谈到Pattern呢 大家最常听见的叫做Design Pattern 就叫设计模式 那这叫做代码的造型 代码的造型 那代码的造型呢 相当于原子 就是我们物理上面的原子 它比较小 那这个Design Pattern呢 相当于物理上面的分子 它比较大 是由原子构成分子 比如说H2O 那这是水分子 那它由这个两个氢原子 跟一个氧原子 是由三个原子 来构成一个水分子 所以 接下来 我也会来介绍 我们怎么样子 我们怎么样子将EIT造型呢 来把它组合成这个各式各样的设计模式 也就是说EIT造型比较小 我们可以把多个EIT造型把它组合起来 来这一个形成各式各样的 Design Pattern Design Pattern 设计模式 那么 EIT造型除了可以组合出设计模式之外 还可以组合出更大的 叫做框架 叫Praywork 也可以组合出更大更大的平台 Prayform 那在这一个单元里头 我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我帮你复习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的 这一个几类子类的 EIT的结构 那基于这个EIT的结构呢 帮你复习完毕之后 那你就可以更清晰的知道 如何从这个结构 推远出EIT造型 之后再来帮你介绍 EIT造型的基本性 跟它的变形 现在我就来帮你复习 这个基类子类的 EIT的结构 那这个是EIT造型的基础 我们复习完毕之后 就可以有更扎实的基础 来理解 来领悟 这个怎么推远出 EIT造型的基础 那因为EIT造型是一个代码造型 所以我们就先由代码结构来看起 那这是典型的一个基类子类的结构 这是子类 然后这是基类 然后这是EIT造型的一个结构 然后这是EIT造型的一个结构 那这个基类的一个结构 这个击数 这个击数叫RUN 而且这迹象的击数 它定义的完整的代码 那这样的一个基类子类的代码 那我们如何用图形 用一万没有图来把它表示出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 这个图呢 上面就是基类 底下就是子类 然后 这一个三角形呢 就是叫做ETEND 的结构关系 那这一个基类的START 可以扣这个叫做卡榫函数 也就是抽象函数 那这个击数就可以应用 IOC控制反转的机制 来调用子类的RUN的击数 OK 那这是一个标准的结构 这个标准的结构 有了这个结构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写一个main program 在这main program 先new子类的一个对象 它就也会自动去调用 G类的构造式 来创建一个G类的对象 然后呢 就可以透过这个T 来调用Straight的START函数 在这里 我们再回头 你看 Z面里头呢 就可以调用 这是T点START 那就是调用的G类的这个START函数 这个函数呢 在调用RUN 通过IOC 调用Task的RUN函数 那这个Z面的部分 就是这些代码 就是这些代码 那么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把这个结构呢 上面叫G类 底下叫做子类 这个G类叫做子类 那么 接下来 我们再来考虑一个 有趣的东西 就是 当我们 把这个抽象函数 把它 独立出来 变成一个Z口 变成一个Z口 也就是说 当你来说明一下 这个Z口呢 定一个RUN函数 这个Z口 把抽象函数 把它独立出来 它就产生一个 不一样的形状哦 所以 就得出这样的一个 不一样的造型 那 但是 它的执行的顺序 都是一样的 你看 START 由START来调用RUN 再 透过这个 也是属于IOC 就来调用到RUN的函数了 所以 这个两个图呢 这个图呢 跟这个图呢 它的运算逻辑 都是一样的 它的执行顺序 也是一样的 但是 它是两个不同的 代码的结构 两种形 那这两种形呢 它的 因为它的逻辑 跟它的执行顺序 都是一样的 所以它有 很大的 这个相关性 等一下 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那它的运算逻辑 是什么呢 运算逻辑就是 由这个 由这个 这个thread的积类 来创建一个小线程 好 再由这个小线程呢 来 透过RUN 来调用 来调用TASK的RUN函数 好 你看 再来把它 呼吸一次 好 呼吸一次 我们来看这里 由 Z-Main 来调用 Thread的 TASK 的START 这个START 再来调用RUN 再来调用到 之类的 这个RUN函数 那 这就是它的 运算的逻辑 那 这个图 也是一样 两个图 它的运算逻辑是一样 它的执行顺序都是一样的 它也是 从 Thread的START 调用它 再来 透过RUN 这一口 再来调用到 TASK的 RUN函数 所以 它们两个 是一样的 OK 这两个有很密切的关系 因为逻辑跟 执行顺序是一样 只是它的 代码的结构 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 刚刚 把它 拉出来之后 它的代码 写法是不一样的 叫TASK Implement 这个 去实现 RUN 我的结构 就是这个地方 在这里 这里 就是 imp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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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同样的 这个运算逻辑 可以展开出 两个不同的形状 的一个 代码的结构 你看 代码是不一样的 它的结构不一样 但是逻辑是一样的 在这里呢 要先New一个子类 再New一个肌类 然后 再由T 来调用 这个 肌类的Start 这样 Delay的Start 接下来 我们这 基于上 刚刚所谈的 这两个 不同的造型 那我们就来 推演出 我们的 EIT造型了 就是基于 刚刚所看到的 两个 不同的代码形式 我们就来 推演出 这个 EIT造型 那在 谈EIT造型的时候 那 很多人会问我 这个 E EIT 到底代表什么 这个名称 是怎么来的 其实 这个名称 我是 拿汽车来做比喻 就是在汽车里头 这个引擎盖里头 一个引擎 那么 这个引擎呢 透过这个接口 会连到这个轮台 而且 透过这个接口呢 来 驱动这个轮台 驱动这个轮台 所以 这个 它可以比喻成 它跟鸡肋 子类 引擎 就是 扮演这个 跟鸡肋的角色 是一样的 轮台跟子类的角度 是一样的 的角色 是一样的 那么 有一个接口 所以 我们 等一下 再来把它 对应起来 我们现在 再回到 引擎的 这个比喻 所以 这里就是 引擎 引擎主动的 来 这一个 透过这个接口 来 转动 这个轮台 转动这个轮台 那就是 Engine Interface Tile 轮台 所以叫 EIT EIT 那这个 跟我们刚刚的 Thread 刚刚的 Thread 那这是 刚刚的 Roundable 接口 那这个刚刚的 Task 的角色 是一样的 所以我用这样的一个相关性 来让你更容易领悟 这个 这个 EIT 软件 结构 也就是 应用汽车 的这个 大家很熟悉的概念 协助我们 来理解 这个软件的 EIT 造型 所以 你看 这个 G列 在这里 Thread 它扮演这个 引擎的角色 那这个 Roundable 的Jaco 它就是 扮演Jaco 的角色 那 Task 之类 它就扮演这个 轮台的角色 所以 G列 就是 跟引擎的角色 是一样的 那么 Jaco 软件的Jaco 跟这个 记者的Jaco 扮演的角色 是一样的 然后 这个 软件的子类 跟汽车的轮胎 扮演的角色 是一样的 那么 就由这个引擎 透过Jaco 来 这个 调用 来转动 这一个 轮胎 也就是 调用 子类 的函数 所以 我们就把它 减写 这个叫做 E 就是代表 引擎的意思 这个 I 那 这就是 T 代表 胎 就是 轮胎 所以 因此 我们就起名 叫做 这个 叫做 EIT的 这个造型 EIT的造型 那 再来 这是造型 之一 那么 我们再来 想一想 我们把这个 Jaco 再把它 收回来 把它 写在这里 叫 Long 把它还原 之后呢 就变成 这种结构了 所以 这种结构呢 我们也叫做 EIT的 这个结构 那 也就是 刚刚的 两个 我一直在说明的 两个不同的造型 但是 它是 逻辑 是一样的 执行 顺序 是一样的 因此呢 我们就 取其中的一个 这一个 叫做 基本形 然后呢 前面这一个 我们称为 叫做 变形 那这 一个为主 因为 它的 逻辑 跟直行 顺序 是一样的 形状不一样 形状不一样 但 我们 就把它 两个 都称为叫 EIT的 造型 只是 我们 选择 这个当 基本形 然后 称 这个为 这个 基本形 的 变形 OK 好 接下来 我们最后 再帮你 做一个 总结 来 说明 这个 EIT的 两种 形式 一个 基本形 一个 变形 OK 那 基本形呢 就是 是有一个 E 那 这就是 积累 那 扮演的 就是 引擎的 角色 那么 它 有定义 这个抽象的 函数 抽象的函数 透过抽象的函数 来 启动 也就是 来运用 这个IOC的 机制 来调用到 子类 的 这个函数 那 因为 这是抽象的函数 定义在 机内 所以 子类 要 用 迹象的 函数 来把它实现 再透过 IOC的 机制 从 机内 来 丢用 子类 这就是 刚刚也 提到过的 这EIT的 基本形 那么 再把它 抽出来 把 这一个 函数呢 把它 抽出来 把它抽出来 也就在这里 把这一个部分呢 把它抽出来 成为一个 独立的一个 接口 独立的接口 那就变成这样子了 所以 这叫 剩下的这只 E I T 那么 这叫做 EIT的 变形 变形 OK 那么 两个 都是一样的 扮演 引擎 接口 轮胎 的这种 结构关系 只是它的代码形式 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称为 一个叫做 基本形 这个叫基本形 这个叫做 变形 OK 那这样子 你就 对EIT 的来源 跟它的 形式 有所了解 那么之后 我们就会 运用这个 EIT的 造型 来 组合出 各式各样的 设计模式 再来 组合出 更大的 框架 组合出 更大的 平台 OK 好 那我们就 先讲到这里 休息一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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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